国际奥会昨天是公布了 2028年洛杉矶奥运竞赛种类调整案 由新兴的冲浪、滑板、运动 攀登取代了举重、拳击 还有现代无相 将在明年初北京冬奥之前的 IOC大会来讨论 后年大会会初步确认 那么消息一出呢 也震撼了台湾体坛 尤其呢我国历来在这个奥运 共夺7斤 举重就占了过半的4斤 势必将会重创中华队的金库 体育署副署长洪志昌表示 这个举重确实是 我国重点夺金的运动 目前仍积极备战 2022的杭中亚运 还有2024年的巴黎奥运 这个鬼灭之刃动画电影 创下日本电影票房的新高记录 不过制作公司YouFortable 与这个社长靖腾光 遭到起诉、涉嫌、逃漏税 大约是有1亿3800多万的日元 这个东京地院就宣判 YouFortable罚金3000万日元 还有社长靖腾光图刑 一年8个月 但予以缓刑三年 这个制作公司在官网 对于税务争议表示抱歉 会进一步的改正 他们的经营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